我 方大小姐 我来接你了 九十九斗玫瑰 代表我最惩直的经纪 你应该买百合 这样住院的时候 还能派上用船 你别生气 是方老让我来的 不然我哪有胆子来找你 你要不信 现在可以给他老人家打电话 那不是明天学弟吗 好久不见 教授 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好 晚上想吃什么 法餐是日料 方雨 方雨 方大小姐 是方总让我来找你的 你不看森林也要看佛面吧 这再说了 刚才我还帮你让明天那小子死心 你不能过河就拆桥吧 方雨 我让让你住院信吗 明天 老板 休息会儿 没事 我不累 你不累我看着你都晕哪 你从早上到现在 你就没闲着呀 当我老板去求求你了行吗 去歇会儿喝口水吧 没事 老板我自己有水 没事您别管我 我再干会儿 这因为你也粗略是 我们就会儿的 よろしく 人家管善 Mus 谁 就答 basic 到不咱就不咱们 帮帮你 ohh 个 reiterate 对 你想干什么呀 当然是找你麻烦为难你了 看不出来吗 老板 你好 一会儿我来洗 好吗 你赶紧去休息 快点 快点 老板 我自己来处理吧 没事的 您 您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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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为难你的好人家的 我给他三倍价钱 大老板 去客厂 这人哪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早跟你说了你不听 落在现在的下场 实话跟你说吧 你跟方雨的恋情呢 从头到尾就是豪门千斤的 一时兴起 想常常跟邱小兹谈恋爱 是什么滋味 现在尝到了 觉得不好玩了 自然也就把你给耍了 让一下 不过你放心啊 等我跟方雨结婚了呢 我一定会在婚礼上 给你留一个服务员的位置的 要不就让你专门为我跟方雨服务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 方雨学姐不会喜欢你 他喜不喜欢我无所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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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爷爷喜欢我爸喜欢就爱你了 我也不怕你知道 像他这种怪脾气的破浪 我见着就讨厌了 可是为了能够跟大家做买卖 为了我能够继续过我阔少爷的生活 说什么我都会扔下去的 纯情小子 这就是我跟你的不通 你放心 等将来我跟他结婚了 哥哥替你教训他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可惜了 他不会再见你的 你没这个机会了 你三番两次召我爷爷高状 我能布吗 我这不是怕你一再拒绝我 他老人家不高兴吗 他们家的下午茶是出名的 想吃什么 请晚点 好 谢谢 你一杯咖啡 咱们小时候同床了几年 也可以说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是不是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这不是方氏集团的方副总吗 跟汪记集团的汪先生吗 原来你们俩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你在说些什么 你谁呀 这种方副总不是独家吗 这种方副总不是独家吗 既然都在 那就一块儿吧 他喜不喜欢我无所谓啊 只要他爷爷喜欢我爸喜欢就可以了 我也不怕你知道 像她这种怪逼系的破浪 我竟然就讨厌了 可是为了能够跟大家做买卖 为了我能够继续过我 阔少爷的生活 说什么我都讨厌 行了 别怕了 风雨 你听我跟你解释 这肯定是误会 这肯定是有人 喂砸了我的声音 故意诬陷我的 王老师伟 对了人不知 除非寂寞 行了 别怕了 像她这种怪逼系的破浪 我竟然就讨厌了 可是为了能够跟大家做买卖 为了我能够继续过我 阔少爷的生活 说什么我都会撑下去的 爷 这应该够清楚了吧 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 汪总 您的电话 是汪总打来的 我想汪总想说什么 我已经很清楚了 没有解释的必要 犯局就免了吧 另外 方氏与汪总公司的合作 正式取消 没有解释的必要 方老 喂 方老 爸 您方老头到底说什么呢 现在外面都在传 说汪迹和方氏决裂 你这个废鸟 我只不过是让你追一个女人 你却给我追丢了这么大一生 你可真有本事啊 财经杂志的事 你赶快去判好